小伙伴们 很多网友都很关心我弟 只要我一发视频 不管什么样的视频 总会很多网友都在问 我弟在干嘛 我弟怎么了 为什么不叫我弟 说实在的我也挺郁闷的 我去拍他吧 然后很多网友说我 为了流量 我不拍他吧 然后你们又说 我不管他 今天刚好他也休息 他今天休息 咱们一起过去看看 我弟已经在村口这里等我了 可以 哇 这是精神马朵里面 大家好久没见我弟了 我弟现在在电子场上班 就是在之前做临时工那里 然后现在他是正式工了 然后按按劳动法来算的 已经是2300是吧 然后平时1.5倍 周末2倍 然后我弟刚刚说在这里加班多的很是吧 平时每天12个钟 周末呢 一般也是12个钟 有时候可能他会想办法给你下桌子 那你打算在这里常干的话 你就没必要住这里 你每天坐姑娘过去那么远 你可以搬到包不包住 包住啊 但是我不太想住 哦想自己住房是吧 那你可以住到旁边那里 旁边那个村 那你走路5分钟就到了 你没必要住这么远了是吧 这每天也累 现在到饭点了 我们先吃饭 吃吧多吃点 给我弟吃饭都是点的辣菜 你常里包吃吗 有饭卡 参标 哦就是他补多少钱给你 然后你自己 自己刷卡是吧 他就是饭卡 他每天有个参标嘛 15块钱参标 一天15块钱 对 然后早上上 中午6 早上6 就说你想吃好一点 的话就自己加点钱 今天我弟请了半天假 去办了个银行卡 要不然今天这顿饭 还吃不上还见不到他 办好了是吧 对 办好了就好了 要不然他发工资都发不了了 因为那边必须要银行卡转账 他之前多日节的话是用那个 可以转微信嘛 现在常里发工资都发必须发银行卡 办的是那个交通银行卡 我常里给你开的工作证明是吧 终于办成了 哈哈 3分钟就费人了 把这边都干活 现在吃完饭了 我弟说他想念一下电动车 他说到时候准备骑电动车去上班 骑共享电动车 建议你到时候还是搬那边去住吧 搬那边去住的话 就不用骑那么早了 他早上是7点50上班 然后7点钟就要去坐公交车 他6点钟就要起来了 你现在在这里上班是做什么稿命 测试 测试那没什么毒 没毒那就好 要不要上夜班 不用上 我白版 长白版 长白版是吧 那可以 就是人家那个线路版做好 然后你凑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合格品是吧 对 差不多 哦 那可以 那再问你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很多网友都问你 你还拍不拍视频 暂时不拍了 暂时不拍了是吧 这个怎么说的 我感觉我弟弟又有点想 你当时不拍视频是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弟们说素材 没没素材 对 我我我这种 让我干那种 太为老细胞了 我干不过来 太为老细胞 就像你之前说的 拍视频就是 没事找事做是吧 没事找事做 哎 所以怎么说呢 我是 说实在的 我是希望你继续拍下去了 跟我一起是吧 这个多少还是 比你在这里上班肯定是要 强一点的 你如果坚持的话 但是你感觉好像做的也不开心 那你在这上班你感觉开不开心 我不开心 但是 我选后着 哦 上班也不开心 当时还是选着上班 还这个怎么说呢 我也不勉强 反正就是你如果觉得想拍照 是就 继续做就行了 不想拍的话 那就这个看你自己了 是吧 反正像像大家说的 要开心嘛 是吧 你都不开心做 做出来的事肯定也不好看 是吧 现在大家看到我地牢 他很好 谢谢大家的关系 去拍视频我就不勉强打了 如果他想拍的话 到时候我们再带着他 好了 这期视频就拍到这了 来罗俊打个招呼 拜拜